今年三月底 花蓮縣政府在光復鄉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 正式啟動熱氣球的活動 八天的試行活動受到歡迎 今年花蓮縣政府將從六月二十二號到九月一號 一連舉辦七十二天 活動在即 花蓮縣政府相關單位 希望與在地原住民的業者直接面對面溝通 聽取在地的聲音及建議 光光客能夠引擾到我們的部落來 做部落巡邻的部分 所以我們積極地跟部落做結合 因為是我們手工業者 還有美食業者 這個部分還有設計的那個套裝的形成 我們是希望把他們串聯起來 讓我們部落那個里程更豐富 更完美 花蓮熱氣球六月份將正式登場 除了配合林務局攤販區嚴禁爐火燒煮的規定之外 縣府也積極地向廠商協調 保留五十到七十個攤位 供在地業者設攤 展示在地產業 不過對在地的周邊的經濟效益 部分社區部落的業者認為恐怕有限 我希望主辦單位跟再畢業者再做一個所謂的合作關係嘛 有做熱氣球的話 那你評票根到我那邊 可能從八折到五折 那我們會看成本嘛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大家相互合作應該是OK的 所以如果沒有這種利潤共享的話 我相信你說叫大家來共享勝局可能也很難 華林縣府目前已經發文交由各鄉鎮公所 統籌匯整社區部落觀光景點資源 以及套窗旅遊行程 在交由縣府藉著熱氣球活動協助行銷推廣 計劃為期三個月的熱氣球的搭勝活動 縣府預估將會有十四億的觀光商機的效益 但是這麼大的商機是否雨露均沾 地方人士態度保留 記者卡造華林公布採訪報導